翻車的3000的價格是現在的價格 你如果在非選舉的時候 你甚至2000塊就可以請得到 自己本身是不炒米粉 然後上一次我關東旗只做20年 然後壓克機板從來都沒有做 當著日前自己臉書貼出的價目標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一一係數 一發正義的價格全都錄 台灣選舉到底多少錢 南部可能又更便宜 台北市可能又更貴 比如說這個大型看板的部分 我們桃園從2萬到5萬一個月都有 選舉樣貌白白款 從最基本的看板 就是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張思剛 實際走一遭 2018的選舉開跑了 而隨著時間接近 越來越多參選人看板都掛上去了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網路上面這一張行情表的看板 這裡有看板還有宣傳車等等的行情 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來問一下 一森哥 是 你好 這邊的看板 美國價格都不太一樣嗎 其實基本上 因為這地方是賽事場 所以人來北往的很多 那大家看板的這邊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你看到這幾面看板 基本上價格都一樣 只是按照你這個先來後到的順序 然後會預訂到哪一個版面 跟他簽比較長約 所以價格上面稍微有點優惠 不過一面也要2萬塊以上 你越市中心的地方 他的看板價格就越貴了 這個逐價看板 你看他搭得很有趣 就是他在選舉的時候 然後就突然冒出來了 平常沒有 平常是沒有的 往前的路車子 車流比較多的話 那看板面一個月恐怕都要四五萬 這還只是北投的價格 更往市中心走到大騰區 市議員黃巷群很有心得 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兵家兵政之力 就是對極勉強 四五個候選人 包括我自己 都有跟巫主去商界 這樣子的看板 那以這邊的行情來講的話 應該十萬塊跑不掉一個月 位置 招勤 決定價格 往看板 價差超級大 那也不是說你願意出多少 他就可以賣你多少 也有可能是因為招勤好 我拿免費 說每個月兩到五萬 這個在台北絕對不是這種行情 在台北可能是零到一百 都有可能 米粉現在在房間 差不多二十五 三十 那你可能加個貢丸湯 四成湯也差不多三十 大概六十塊 六十塊啊 差不多 所以他怎麼可能一百塊 不只看板 再找來其他參選人 逐條檢視 解密後更聽到不同價格 八百塊就算那塊板布 我覺得也不太可能啊 真的不可能啊 那也有可能就八百 就是說可能就小小面 不到這個桌子吧 一張列表還只能算大概 打選站口袋深度受考驗 壓一咬被精打細算 拜託 拜託 第一次新人生選後 上椅子要五百跑 應該差不多啦 中山南路跟中校東西路 上面那個大型的LED 那一個月可能就十幾 二十萬都跑不掉 我們一面的廣告是八千 所以這台車是跑我們的選區的嗎 對 沒有錯 關中期 宣傳車 大街小巷號機動性強 選舉遞淚 因地段 因時間 還有大小 大概從一萬多兩萬多 大概到十幾萬 一般公司的話 一台一個月都要一萬多寬 絕對不應該一次選舉 就把四年的薪水一次都花光 用公費選舉的方式 用總額選舉的方式來規範 那大家都只能用 同樣的標準來選舉的話 這樣對每一個人來說 都應該更公平 從看板 文選品到服務處 問下來競選經費平均一千萬 本市議員月薪十二萬元 四年五百七十六萬元 根本入不敷出 這中間落差 幾乎都靠政治現金填補 當選與否都還在未定之天 就已欠下無數人情債